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合ABS加ESC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提升主动安全性 采用13升大马力发动机 速度可达90千米每小时 并采用多种新型节油技术 有效降低油耗 内式设计也非常先进 驾驶室内噪声很响是较车级的紧张效果 并采用高端气囊座椅 可提高驾驶的舒适性 平地板的设计可方便主部驾驶换乘 顶部的三个储物盒可存放一些日常用品 非常人性化 皮革缝制的方向盘也给整辆车提高了不少档次 方向盘右侧面板上还有一个SOS紧急救援开关 紧急情况下按下会进行语音确认 若无回应则会自动报警并呼叫救护车 安全上考虑的非常周到 价格方面 成龙T7的售价估计会在37万左右 如果加装一些个性化配置的话 可能还会更高 很多网友也在质疑价格会不会有点偏高 不过如今长头车为适应市场变化载出江湖 成龙T7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相信它在未来有一个不错的市场发展 请不吝点赞订阅